基隆市議會開始進行市長施政總質詢 力挺市長謝國良的國民黨籍市議員何書平和鄭凱玲 分別先針對有關市長施政的民調滿意度來質詢 市長謝國良答詢師表示 先前三月份受到Net案影響 民調有比較不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過目前五月份則是已經有回穩的趨勢 在三月份那個時候東岸廣場事件 最激烈的時候所做的民調 我認為已經有回穩的趨勢 那再加上議員您也有看到 就是在上個週末 我們辦的各項的活動 其實都也吸引很多 台灣各地的年輕朋友都來參加 那我們的電動機車 目前從3月29號開始 也已經有7000多 接近8000個青年朋友來申請 所以各方各面來說 我們都有趨勻的一個局勢 我們在這個暑假也有非常多的空間 以及活動將開幕以及舉辦 所以感謝議員的詢詢 我們對於這個民調不好 我們還是拍謝拍謝啦 那不過我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從3月份到5月份這段期間 我們現在已經有回穩的趨勢 那我們會在這個基礎上 非常小心謹慎 我承諾我一定會更謹慎 更小心地來做好未來的施政工作 至於另外有一份民調公布的結果又不太一樣 他會更加努力爭取更多不同黨派民眾的支持 但是事實上在2月份跟3月份 尤其是3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的負面攻擊 這也是我們遠見的民調在做的時候 我也謝謝遠見 他其實在他的報告裡面有提到了這一點 但是我們這個在5月中我們做的民調 其實相對是穩定很多 那這個相對穩定很多 這個我也跟您報告 因為交叉分析可能是很多市民朋友不會看到的 那事實上我們的滿意度過半 但是還是有4成的民眾不滿意 但是相對的也很吊詭 就是一樣的施政 一樣的環境 同樣的民調時間 我們有國民黨的支持者89%是支持的 但是一樣的環境 同一個民調卻有85%不同黨派的支持者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如何去有效的努力的去爭取 這些不同黨派的民眾的認同 可能是我未來的一個工作 因為事實上8成9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這已經幾乎到民調的天花板了 但是為什麼一樣的施政 卻有8成5的民進黨的支持者會不滿意呢 所以你看到的5成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就是我們有做不夠的地方 有做不好的地方 針對於這些民進黨8成5的支持者不滿意 我如何能夠向他們爭取到 向國民黨支持者8成9的滿意度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未來施政的努力空間 兩位市議員也分別為市長謝國良報區 認為市長上任一年多來 已經做了很多讓民眾有感的施政 你上任之後 你做了成績轉運站 寵物銀行 市立體育場 信義親子館 廠照中心還沒發包出去 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延續下來的施政 你要蓋瓜承受 你說了嗎 你做這些你說了嗎 這也是我等一下要總質詢的東西 我只是先問你 為什麼 那我就說是哪一家做的 對不對 不是時間地點都不一樣 每個人我也沒有說前一任好不好 那你現在是做完了 任期完了嗎 你跳票了嗎 有人已經卸任了 跨港攬車呢 我有開記者會說 他沒有實現他的政見嗎 做完了啊 你現在在做他還沒有完成的事情啊 市長在這一年以來 真的是推動行人友善 一區域室內親子遊樂園 提升學校營養午餐的品質 以及企業贊助美化後車停 288定期月票 還有深入我們社區 推動街坊鄰近的專案 還有廣社監視系統 急感應等等 這都是為我們市民打造安全乾淨居住的環境 所以這個部分 種種都讓我們市民朋友 感覺到我們市長 小愛爸爸你的用心 所以在年初的時候 市長你為了要捍衛我們基隆市的一個市民財產 飽受有心人式的這樣批判 本席也相信 我們基隆人是善良的 所以我們也期待說 市長你捍衛我們基隆人的財產 我們也非常的高興 所以我們也要非常感謝 謝謝市長 市議員也為市長謝國良 繼續加油打氣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